歡迎收聽《紳士國廳新聞》 2月16日 神韻環球藝術團 在法國南特市議廳連續兩場演出 令當地商界精英讚口不絕 感悟深刻 以下是當地的觀眾 欣賞完神韻之後的受訪心得 當地農業食品公司總裁 Georah Spaniel認為 看神韻是與文化、信仰與希望的相逢 非常精彩、美妙壯觀 令我難以忘懷 他表示 首先我覺得驚訝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接著就產生了更多 想了解整個節目的文化、哲理的願望 Spaniel表示 在神韻展示氣勢旁博的場景面前 感覺到自己很渺小 但又有可能變得無比強大 神韻會帶給人希望 這樣令Spaniel起出望外 他說 由看到所有的舞蹈 感受到傳遞出來的所有信息裡 我都感受到巨大的希望 我要將這種希望 和大家分享 Spaniel覺得 由於演出採用3D技術 將這種動態天幕的場景帶給觀眾 神韻拉近了人與神之間的距離 當看到演出 展示創世主從天而降 下凡間救人那時 Spaniel說 當他看到那一幕時的第一反應是 我非常期待 他向我伸出手 我是多麼想要握住他的手 Spaniel覺得 神韻帶給大家豐富的傳統價值觀 並且說 演出也教導我們要善良 要忍養 要有智慧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 世界需要的 另一位顧問公司總裁 Branjiano 看完演出後讚嘆 這個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演出 編排得天衣無縫 Nou表示 自己期待看神韻已經很久 當晚終於如願以上 他提到 就好像仙境那麼美 色彩繽紛 令我很感動 他說 舞蹈編排 天衣無縫 節奏掌握得非常好 有非常動聽的音樂 能夠看到他們一切在舞台上很重要 神韻莫德專利的動態天幕 令Nou大開眼界 他說 我們沒見過 真是天才設計 為演出帶來更多美好 令我印象深刻 另外Nou提到 很高興有主持人的講解 令他能夠大概了解節目的內容 他認為 主持之間的配合默契 非常符合演出的氣氛 編排得很巧妙 神韻藝術團成立的宗旨 是為了復興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 對此Nou表示 非常認同這個使命 也很支持 他也很贊同 讓西方人能夠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尤其是古老文化 當地家事公司負責人 Sophie Buffett 看了神韻演出後表示 演出的一切 都好像流水行雲那樣展示 一切都是如此美妙 真是令人耳目一身 色彩順利 美不勝修 演出非常精彩 我之前並不了解 真是令我起出望外 Buffett 分享說 樂隊伴奏非常優秀 很多人參與 出色的演出 交響樂團質量高超 非常動聽 大家能夠從中體會到 演出的精準 CC入購和高水準 他說 我覺得很精彩 真是感覺不到時間 他更由演出知道 所有的體操 都是起源於中國古典舞 和過去Buffett 的理解 剛剛相反 他指出 演出令我們感覺到 時間的流勢和演變 感受到傳統文化的美好 中國人 始終還是保持這種文化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神文展示神聖之美 Buffett 說 在歌詞裡 我們也聽到 所有的歌曲 都富有神聖 這樣引起我的共鳴 最後Buffett 提到 從演出開始 和最後的節目 都看到創世主來臨 即使可能並非同一位 但是我覺得 抵達這裡的是同一位 就是他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 法國南特記者站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